瞬间巨大的爆炸火光染红夜空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又遭到乙军飞弹轰炸 在外围帐篷侵袭的巴勒斯坦人 当场被炸的喷飞地上血迹斑斑 医院内也是到处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一位满脸是鲜血的小女孩忍不住狂喊 上帝到底在哪里 这场血腥攻击造成至少13人 死亡数十人受伤 医院外堆满遗体 不止西法医院乙军还包围加萨其他两家医院 连夜发动一连串的空袭 连医院的诊疗间都不放过 以色列指控地下有哈马斯的指挥中心武装分子 还在医院内活动 乙军表示如果有哈马斯分子从医院开火 会毫不犹豫抵击毙 市卫秘书长谭德塞表示 当地的医疗系统已经完全瘫痪 加萨走廊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名孩童遇害 警告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而以色列则是忙着找借口 针对10月7号哈马斯潜入 发动震惊国际的加持屠杀行动 一个以色列的媒体监督组织 指控西方主流媒体事先就知情 指出向CNN以及美联社公告的一名记者 在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第一时间 就拍摄到以色列的坦克遭到焚毁 另外还发布一张他与哈马斯领袖的亲米合照 诺控这位记者可能根本就是哈马斯突袭的参与者 但是遭到质疑的CNN路透美联社 以及纽约时报四大主流媒体 其身否认事先知情 记者综合报道